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月27日的如雨新聞節目 我是霍亮喬 先跟大家講一下今晚的新聞題要 千人計劃發起人搖毅舉報多名中國學者學術腐敗 官方就一錐定音否認造假 廣東人權活動家郭飛鴻 計劃前往美國招呼病重妻子受阻 多國駐華領事將會到機場關注事件 在香港 黎智英等人維園集會案 改由余若海代表港府任主控 他將會同擔任辯方的包姐姐余若未對報公堂 詳細的新聞內容 中國學術論文造假 近一有成為了嫌悶話題 海桂科學家姚毅 公開舉報中科院院士等等多名的學者學術造假 中科院和科技部先後否認 雖然官方一錐定音 但民間對官方結論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學家就認為一系列事件向海外學者拉向警號 踏上千人計劃難有善中 由黃兆山情文報導 首都醫科大學校長姚毅 一星期前公開向科學院科學道德委員會 舉報該院道德委員會主任 陪降院士的論文造假之後 中科院科學道德委員會 星期二公佈官方的調查結論 聲稱經過調查未有發現造假 並聲稱對相關的舉報 不再進行調查 而就在一星期前 科技部也公開通報了 對包括姚毅本人在內的五名學者 一年多前被舉報涉嫌學術造假的調查結論 聲稱五個人都沒有發現造假 自此此此始於2019年11月 姚毅被人舉報學術不端之後 對中科院院士陪降 武漢大學醫學院李鴻良 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耿美玉發起的舉報 引發的學術界大地震 終於有了官方結論 有媒體人指 科技部和中科院的表態幾乎如出一切 意味著學術部的官員 希望就這件事畫上句號 要求匿名的學者何女士告訴本台 中國學術圈內腐敗問題嚴重 她指姚毅挑戰學術腐敗的做法 獲得了民間的輿論支持 甚至力挺 但姚毅本身的尷尬在於 她作為中國千人計劃的發起人 因為政治因素發表反美聲明 近年已經被美方拒簽 而當她的實際利用價值不大後 已經被邊緣化 以致她在中國的處境已經很尷尬 那種腐敗就是很嚴重 可以說是很荒唐 那個體制內的人恐怕都有這個問題 例如說她那個最高的那個 她那個博士呢 她那個學位都是假的 但是饒於這個人 她在中國是不舒服的嘛 而且是不甘心的嘛 但是她又沒有別的選擇了現在 如果說她一直堅持 她會穿小鞋或者是受到制裁 體制內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敢玩不敢演的 衣裙也不敢發 群裏也不敢發 就培降學術造假問題的調查 中科院科學道德委員會在聲明強調 依據相關規定 學部道德委有12名委員 已經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數 就事件開會討論 被投訴人身為中科院第六屆 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的培降本人 進行了迴避 本台記者分別採訪了中科院多個相關部門 被問到的人士都不願意回應 發表調查報告的中科院、科學道德委員會 工作人員也拒絕回答培降目前的去向 負責對外發言的科學傳播局人士 也聲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中科院傳播局新聞處表示 這個已經是一個輿情事件 已經超出了他的宣傳工作範圍 我才看到有人發來的信我才知道 現在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本台記者未能聯繫到姚毅和培降本人對此置評 科技部也沒有對他們一週前的通報 給予更多的說明 上海第一中級法院去年7月和11月的兩份文件 也顯示 目前姚毅已經被培降和耿尾玉以名譽侵權為理由 起訴到法院 之前有履美的學術圈中人 也都以姚毅等相關案件為例 提醒試圖到中國納金的海外華人科學家 如果跳上了中國體制的船 結果可能不妙 自從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北京當局上個星期 決定對部分的人員 除了進行口煙色紙 還增加了肛門色紙採樣 也就是提取肛門糞便原本 而連日相關的消息引發了網民炮轟 有人也因此放棄回到北京的老家過農六年 尤若追思就認為 可能是國產核酸試劑缺乏敏感度 所以需要增加肛門樣本 又喬龍 劉兆峰報導 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近期在北京等北方地區擴散 北京衛健委上個星期三 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已對母精狀感染男童所在學校全體資深 進行被煙色紙、喉煙色紙、 肛門色紙和血清檢測 共對1,298人採集5,192份樣本 三日後 央視新聞報導 北京大興區 有感染病例的所在區域 所有居民 都同時進行了煙色紙、 肛色紙和血清檢測 專家表示 研究發現 一部分感染者 糞便或肛色紙和酸陽性持續時間 比上呼吸度持續時間更長 肛色紙採養 可以提高檢出率、減少流疹 目前全世界 只有中國採用肛色紙採養方法 強制為一般人群 採測新冠狀病毒 對此 北京一位大學畢業生 周順武今週三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當局作出這樣的決定 他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他認為 新冠病毒主要是在上呼吸道 有好幾個醫生 他們也認為這個事情真的不可思議 一個呼吸道病毒 怎麼可能通過肛門檢測 和陽性 去年3月下旬 中國向西方國家 提供的一批核酸檢測試劑 被指不合格 當時菲律賓衛生部副部長 維克利在記者會上說 部分中國採試劑 準確率只有四成 周順武說 坊間傳出一種說法 中國網民 對肛門採樣感到一頭無水 對此 有人覺得尷尬 有人覺得侮辱 因為為什麼只有中國有這項檢測? 有網民說 傷害性不大 侮辱性極大 有人說 替了官方的宣傳圖 已經打消回家過年的想法 病死是小 失節是大 北京一位藥劑師 唐辛華接受本台採訪時指出 一般糞便的病毒含量較大 所以容易測試 有些消化到的症狀 比如拉肚子 能夠從它的排泄物 就是大便當中 檢出病毒來 因為肛門是比較好檢測的 新冠病毒 嚴格來講 如果從你的口腔 黏磨和你的鼻孔當中 去檢測病毒 很有可能因為皮膚黏磨得比較薄 而導致這個檢測不靈 龐辛華認為 另一方面 可能是部分核酸檢測試劑不合格 北京郵安醫院感染科主任 梁蓮春對大陸媒體說 增加肛門色紙檢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新冠肺炎感染者檢測準確率 他說 新冠肺炎患者 在肛門色紙檢測上 情仰性的案例不少 顯示病毒 存在分辨傳播的可能性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少峰報導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西威組織的疫情調查專家 在1月14日飛抵武漢 展開了為期兩個星期的隔離 在隔離結束之後 將會實地考察 但是死難者家屬張凱就說 中國網警在1月16日 就封鎖了一個有近百人的新冠肺炎 死難者家屬微博群組 指目的就是 阻止家屬組織 向世衛專家發聲 武漢更加有家屬 被國保監視一舉一動 張凱就公開呼籲說 武漢市地方政府 敢不敢和家屬 一起見世衛專家團 同時也想對世衛的專家團說 你們敢不敢 聽聽我們受害者家屬的經歷 想調查真相 卻不敢見受害當事人 這樣不是胡弄全世界的人嗎 虛假的調查結果 我們是不會認可和接受 報導引述張凱表示 世衛只是一個官僚機構 疫情爆發至今一年 也查不出真相 據報導說 張凱堅信 新冠病毒是在武漢爆發 普通老百姓面對 沒有人性的封城 沒有人性的居家隔離 很多人都成為了犧牲品 同時也有很多因為 新冠肺炎病死的人 死亡症上面 並沒有新冠兩個字 他們都沒有被當是確診者 希望專家 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擾和壓力 和死難者家屬見面 了解真相 他又批評 武漢當局宣稱的抗疫成功 只不過是犧牲老百姓的 生命代價換你 當局還舉辦展覽說 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 他說如果這句說話是成立的話 就不會出以武漢官員門報疫情 而門報根本就是故意殺人的犯罪行為 報導指出 世衛專家調查一波多折 在去年2月雖然抵達武漢 卻是未能夠前往爆發地點 即華南海鮮市場 同年7月更加不能夠踏足武漢 至於今年1月爆發一周年 世衛就再宣布派專家組到武漢 一度未獲得中國批出簽證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罕見地公開譴責 中國當局於是才在今月11日 宣布被專家組盛行 世衛獨立小組 是因應世衛大會在去年 5月19日的決議成立 針對世衛應對新冠肺炎的工作 啟動公正獨立和全面的評估 成員一共有11人 是包括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墨西哥、印度、哥倫比亞 以及中國等專家 中國的代表是工程院院士總南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曾經揚言 新冠肺炎疫情最溯源頭的問題非常複雜 為了確保國際專家組底華工作順利 需要履行必要的程序 專家組發現兩名成員檢測呈陽性 需要滯留新加坡接受病毒檢測 致情人士就說 抵達武漢的專家組 目前正在酒店接受隔離 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 宣傳師傅師長米豐上星期三證實 專家組仍處於隔離狀態 其間中外專家舉行了多次的視像會議 雙方將會按去年7月達成的工作任務書 有序推進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而有份到武漢調查的荷蘭病毒學家 古帕曼斯上個星期六接受訪問時坦現 今次研究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目前有大量的新資料還未公開 他希望下個星期開始 能夠跟中國醫生面對面對談 他認為用Zoom視像會議 只會留於官式氛圍 而目前古帕曼斯在酒店隔離期間 不能夠踏出房間半步 需要按時量體溫 而房外則放了一張椅子 擺放三餐的線食 古帕曼斯到武漢之前 向荷蘭傳媒表示 他們都挺肯定 病毒是來自於蝙蝠 但是疫情大流行的傳播鏈仍然不明 究竟是經過走私野生動物接觸病毒 還是捕捉和進食蝙蝠有關 說有許多的線索仍然有待發掘 對於華南海鮮市場 是否首個白髮源頭 他就認為第一批的病人 應該與該濕市場有關 但是就說不代表病毒 是在那個地方傳播給人類 只是相對可能 一名或多名病人 在某一個地方感染之後 再在市場超級地散播出去 中國著名人權活動家郭飛鴻 原定星期四啟程 去到美國照顧新患著症的妻子 星期二突然接獲國保的通知 除非去到武漢某神秘地方 和公安部官員簽下特殊協議 否則不會被放行 郭飛鴻就表示會到機場闖關 又說如果被禁出境 將會無限期絕食 當明西方駐華士官官員表明 將會前往機場關注事件 有律師就說 當局違反人道 並且侵犯公民合法權利 將限制出境 作為政治打壓的手段 有五億同情文報導 廣東人權活動家南方公民運動 主要參與者郭飛鴻 星期三透露 他已經購買星期四 從廣州到美國華盛頓的機票 但行程突然遇到當局阻漏 星期二廣州國保當面告訴他 除非郭飛鴻到湖北某個特殊地方 和公安部官員溝通 並且達成某些協議才可以放行 他們居然欺負我 讓我到數千里十塊的一個秘密地方 跟我完全不認識的地方去談判 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要幹什麼 這些人真的是沒有人性 目前最好的辦法就是用陽光法 把他們所有的行為全部揭露出來 我想請和德國、法國、英國、阿爾蘭 義大利和美國各方面支持幫助我 讓我們出席談判 郭飛鴻說 他今個月10號 致公開信給總理李克強 和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請求當局出於人道考慮 准許他到美國照顧重病的妻子之後 原本已獲得廣州公安局 辦理護照和承諾放行 對於突如期內的限制 國保向郭飛鴻表示 省公安廳和廣州公安局 不想做有違人道的事情 因此同意他出境 但中國公安部對他出境不予批准 但廣州國保拒絕透露公安部官員身份 廣州公安局擔任我出國 但是公安部下命令 要求攔截不允許我出國 他們會採取一切辦法 在全國人眾目睽悔之下 少數公安部的官員 居然敢於這樣殘無人道的 攔截不允許我出國 郭飛鴻表示 他將會在星期四下午 乘坐飛機從廣州到上海普通機場 從蓋機場出境到美國 他也表示 已經做好遇到各種變數的準備 也擔憂對方可能會使出超限手段 也阻止他出境 包括可能會在他的隨身行李當中 放置毒品、昆蟲、棍工機密 或各種常人沒辦法想像的遺禁品 又或會塞入各種教會、信仰者 和政治領導人、信息等的材料或腰盤 也不排除當局 找出其他的藉口或瑕疵 包括扣留或偷走他的出國護照 甚至可能以疫情名義 限制離境等 郭飛鴻強調 如果被當局非法攔截 他將會開始無限期絕食 該行動是為了急需他前去照顧的妻子 也是為了抗議作惡者 和其他幫兇無底線和天良的行徑 更是為了抗議非法限制公民出國旅行權利的秘密管理制度 郭飛鴻回顧妻子多年為他奔走呼籲 和獨立撫養孩子以致職路性質 在癌症手術後馬上開始艱難化療 他選擇抗爭而不是妥協的方式 將非人道的官方行徑披露出來 709律師鴻龍軍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對郭飛鴻的處境感同身受 亦起早年間他的兒子鴻卓軒留學受了的經歷 在與官方長時間抗爭後 鴻卓軒在2018年1月終於放行 鴻龍軍譴責當局已將限制出境作為政治打壓意見人士 和維權律師的常規方式既不人道、招令直改 亦令公信力喪失殆盡 據悉多個西方駐華使館官員 明日將會前去機場關注事件進展 二年54歲的郭飛鴻曾經參加八九學運 二十年前投身推動中國基層民主和維權工作 後來遭到當局報復並以非法經營罪扣陷入獄五年 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辭事件 引發南方街頭運動 郭飛鴻作為重要參與者 再被以口袋罪名最終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和尋釁滋事罪判監六年 2019年刑滿出獄後再接受媒體採訪 促請習近平進行政治改革 其後一直遭到國保監控 郭飛鴻曾經獲得2015年度愛爾蘭前線衛視人權獎 早在2009年 郭飛鴻妻子張青葵達兒子移居美國 她在美國期間一直為丈夫奔走呼籲 今年1月9日居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張青 接受了結腸癌腫瘤撤除手術 郭飛鴻在翌日就發表至李克強和趙克志公開信 請求中國政府出於人道考慮 准許她出境照顧妻子 並且致力於保障所有公民的旅行自由 和其他基本自由權利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十二港青其中兩人 郭子倫和李子妍的家屬 早前北上深圳成功探望 又說兩個人的精神不錯 十二港人關注早週三在臉書發問 說家屬在週一 以非視像形式成功探望他們 過程約一個小時 家屬員定在反港前進行第二次的探訪 但是在週三早上到看守所之後 當局突然宣稱因為疫情的關係 要等待安裝視像裝置才能夠安排探訪 十二港青因為逃亡失敗被中國大陸海警接禍 早前在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被判刑 十個人被判刑七個月至三年不等 並且要在中國大陸服刑 其中兩個人郭子倫和李子妍家屬 一共三人在一月初北上深圳接受隔離檢疫 並在月中向當局申請探望 接下來有耳邊封的時間 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大前言一 在最新一期的週刊郵報指出 習大大已經希特拉化 大前言一認為 希特拉和習大大都有很多雷同之處 希特拉和習大大都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 當年希摩爾依神選之子民的神學思想 提出我們一、二萬人是最優秀的民族之說 而習大大就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經常掛在嘴邊 希特拉當年提出帝國主義領土擴張 推進侵略政策 計劃將柏林打造成世界首都日爾曼尼亞 習大大就通過一帶一路的鴻圖 希望北京成為世界首都 大前言一強調 日本應該以史為鑑 當年希摩崛起 英國首相張伯倫為免捲入戰爭 對納水德國採取固識政策 或者叫做修正政策 雖然張伯倫在1938年和希特拉簽定 莫尼克協定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 出賣了未在場的捷克斯洛伐克利益 但希摩依然食言 在1939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大前言一擔心 日本正是重渡當年張伯倫的覆設 原因是日本外務省 去年在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上 為免與強國關係進一步惡化 竟然與重視人權的歐美六國對立 要求將避免孤立化中國等字句 放入譴責宣言之中 大前言一過去曾提出M型社會 低IQ時代和低慾望社會等有趣的觀點 而贏得日本趨勢大師的稱號 美知各位又是否同意這位趨勢大師 今次的觀察呢? 解放軍軍機年日以來 大規模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台灣盧委會強調 對北京破壞兩岸關係 升溫區域緊張提出嚴正抗議 呼籲大陸停止武力挑釁 才能促進兩岸關係發展 大陸國台辦表示 由於民進黨當局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並且勾連外部勢力 解放軍進行實戰演練 以警告台獨分裂勢力 由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根據台灣軍方公布資料顯示 27日共有四架次解放軍機 進入西南防空識別區 包括兩架運8反潛機 一架運8遠程干擾機 同一架運8偵察機 台灣軍方以戰機升空監視並廣播距離 根據台灣西南空域粉絲專業記錄 解放軍機上就四度進入西南空域 高度分別是4000至7000公尺 而美軍一架MQ-4C和P-8A反潛機 也分別在凌晨和上午進入同一區域 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 朱鳳蓮回應台灣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 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干擾阻撓兩岸交流合作 歐連外部勢力進行謀毒挑釁 是造成當前兩岸關係複雜嚴峻的根源 一段時間以來 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不斷的變換手法 進行謀獨挑釁 妄圖分裂國家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嚴重的損害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那解放軍在台海地區組織實戰化的演練 就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是嚴正的警告外部勢力停止干涉 嚴正的警告台獨分裂勢力停止挑釁 對於傳媒追問解放軍機連續在台海進行實戰訓練 會否推升台海緊張情勢出現擦槍走火的情況 朱鳳蓮指取決於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 進行謀獨挑釁到什麼程度 另外國台辦上週曾表示支持中國制裁28名美國前官員 並提到民進黨當局和前國務卿蓬佩奧之流系臭味相投 台灣傳媒詢問朱鳳蓮 國台辦什麼時候會宣布對台獨分子實施制裁 堅決打擊台獨頑固分子 制止台獨分裂行徑 是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應有之意和必要條件 我們將密切關注到內外一小撮台獨頑固分子的動向 依法予以嚴厲懲戒和打擊 朱鳳蓮稱2008至2016年兩岸雙方保持溝通對話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 作為雙方都堅持狗義共識反對台獨 在台北陸委會表示近期解放軍對台針對性演奮侵擾 以及國台辦的動客言論不止破壞兩岸關係 也升高了區域緊張 陸委會表達嚴正抗議 陸委會表示政府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一貫立場 維護兩岸和平是雙方共同的責任 呼籲中共當局應該勇敢擔當 正確判斷程序停止武力挑釁 唯有理性務實處理問題 才能夠真正促進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近期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捲土重力 災度引發了經濟增長放緩的憂慮 外界關注或者將會在3月舉行的全國兩會 會不會為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設定目標 近日中國一位權威經濟學者卻公開表示 有關做法會引起諸多弊端 認為應該永舊取消 由高方說下為什麼 新冠肺炎疫情為中國經濟增添不明朗因素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年發表工作報告時 亦都罕有感沒有提出具體經濟增長目標 需要說明的是 我們沒有起初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 主要是因為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 我國發展面臨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 這樣做有力引導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六穩六保 正當疫情在多個省份死灰復燃為經濟前景蒙上陰影之際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進在一個研討會上提出 應該由今年開始永久取消GDP增長目標 在西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看來 中國的GDP增長目標根本和市場經濟背道而馳 他經常是地方上匯報的那個數據 跟中央本身的數據經常不相符 從本質上講 他是違反這個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規則 就是說你是由市場本身來去配置資源 由它來去做 這個中央政府是沒有權利來規定 或者是來去做一個規劃 說我這一年要達到這個目標 中共將GDP作為考核政績的指標一直備受批評 近日各省市舉行的地方兩會 就以相繼制定今年的GDP增長目標 目前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的馬進承認 去報經濟增速的情形確實存在 認為GDP數字不應該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業績的指標 學者馮崇義也表示 門片經濟增長數字在地方各級政府都有發生 馬進並提到 地方政府出於政績考慮 習慣針對中央設定的GDP增長目標層層加碼 依賴借錢來投資帶動GDP相對比較容易 但是也加大了隱性債務的金融風險 關注中國經濟的人 早就認為中國的這個債務和這個經濟增長 和這個GDP總量它的比例早就超過了準確線 如果你明明知道投資是無效投資 還在繼續追加會給這個財政危機 整個金融系統危機 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 由上世紀90年代開始 設定全國GDP增長目標 在中國已經成為慣例 經濟評論員金山說 經濟前景未明之際 馬進的講話被廣泛報道 並不是巧合 經濟增速失速以後 會引起絕大的一個整體性的尷尬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尷尬 要及時的取消這個GDP的增長指數 設定經濟增長指標 本來就是屬於計劃經濟的產物 在我們這個環境當中長期的存在 這個本來就不正常 與市場經濟自由組合的規律是不相匹配的 馬進在講話中也強調 日後會將穩定就業 控制通貨膨脹 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 學者馮崇義認為 這是反映中國當下背負嚴重債務 並且面臨巨大通脹壓力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高峰報導 現證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許智峰 他機匯豐銀行戶口早前遭到凍結 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 轉召匯匡行政總裁楊煉接受質詢 其楊煉解釋行動在英港竟要求 表示匯豐便無選擇 銀行必須要遵守法律 許智峰就批評匯豐 願意成為政權打壓的工具 而匯豐前經濟師就認為 香港營商環境因為港區國安法而改變 由劉兆峰報導 英國國會核下外交事務委員會 星期三舉行會議 匯豐控股行政總裁 其耀蓮和集團首席法規部主管貝爾 以視像形式出席 多名議員提出質詢 要求匯豐高層 回應近期香港發生的事 包括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以及部分參與 示威人士戶口遭凍結的問題 其耀蓮回應指 凍結許智峰的戶口 是遵從香港法例 和政黨關係政治活動無關 純粹是因為警方的要求 決定是經深思熟慮 又指如果警方要求銀行凍結戶口的請求 是依法作出銀行必須跟從 否則屬違法 我是無法以銀行家的身份來判斷 執法機構發出該法律指示的動機 或者有效性 我在英國或者其他市場 都無法做到 只要這個是正式制定的法律指示 那我就必須要遵守其他銀行的規定 否則 我就會構成刑事犯罪 令到整個機構都處於風險之中 我是無法選擇要遵從的法律 或者法律指示的 有議員問到 匯豐高層 黃東勝為什麼在去年參與 力挺港區國安法的聯署 其耀蓮引用了派團體的數字 指力挺印入國安法的聯署 多達300萬人簽署 黃東勝不是要支持任何政黨或者政策 而是經歷長達18個月的倒退和暴動暴力之後 他期望香港能夠回復安全恢復秩序 工黨國會議員 斯特林格問到 匯豐有沒有考慮撤出香港市場的時候 齊耀蓮說 匯豐在香港有超過150年歷史 從來沒有想過要撤出香港 但他承認 香港的法律架構有所改變 但匯豐在香港營運 就要守香港的法律 包括國安法 齊耀蓮又表示 關心香港和港人 已經盡力回應各方關注 又指匯豐離開香港對香港沒有好處 只有壞處 他說會繼續幫助香港的客戶 他不是政客 不是一個應該評論政治的人 焦點是放在客人身上 許智峰星期三在臉書回應指 不接受匯豐高層 在英國國會上的解釋 說匯豐一直未提出凍結戶口的法律依據 以及收到警方通知需要凍結戶口的時候 銀行一方的行動 是否合乎程序等 許智峰批評匯豐高層 是為港警背書 在會上態度迴避 虛偽和自相矛盾 軟作政權打壓工具 人以實際行動侵害香港的自由 呼籲國際社會制裁匯豐和相關涉案人員 被匯豐為打壓香港的自由付出代價 許智峰形容 其要年子 300萬聯署支持《國安法》的言論是荒謬 毫不忌諱對香港保皇黨 港共政權的立場照單傳收 前香港匯豐環球市場經濟師林浩波對本台指 香港營商環境 因港區《國安法》而改變 至於匯豐凍結許智峰戶口的事 又會否影響私人在香港存錢的信心 如果是有些人 是覺得自己是受《國安法》所影響的 從而《國安法》因為 是不需要經過法庭去凍結戶口的 如果這個是善實的話 對受《國安法》影響的人士的商家 或者是投資者 或者覺得自己受影響的那些 某程度上是會有信心的折扣在那裡 林浩波認為匯豐角色尷尬 一方面要討好中共 另一方面要迎合美國政府設立的制裁措施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多維爾來港並前往新加坡和東京的銀行和資產管理高層 曾被香港四家監管機構 包括證監會、金融管理局、財富局和金融發展局 直接致電查詢離開香港的原因 有基金經理表示 監管機構電話查詢的做法 罕見而且不尋常 因為他們詢問的 是設置背後的整個決策和時機 證監會說 過往一直會向變更營運地點的企業和個人作出查詢 了解他們是否仍需要排照 金管局形容 這是作為金融中心的普遍做法 因為須定其關注業內人士的動向 和追蹤市場發展 財富局說 沒有做過上述的電話調查 將法局未見回應 自港區國安法推行至今 多家金融機構相繼撤出香港 包括全球第二大資產管理公司領航 美國對沖基金埃利奧特等 高城、花旗等大行 已經在新加坡招攬人手 至於基金經理 都靜靜地將辦事處移到東南亞地區 不少金融機構認為 在香港營運的風險相當大 所以決定逐步撤離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小峰報導 接著有美國的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 外界關注他的對華政策 會不會有所改變 商務部長提名人雷蒙多 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表示 支持對中國實施關稅和出口限制政策 雷蒙多星期二出席參議院的聽證會時表示 中國的行為是反競爭 對美國工人和企業造成傷害 具有脅迫性 更加是嚴重侵犯人權的罪魁禍首 因此無論是利用實體清單 實施關稅或者反捕貼術也好 他本人也打算盡可能用盡這些工具 而對於被受關注的不知發展 雷蒙多就強調將會竭盡所能 用盡所有工具 保護美國人和網絡不受中國干擾 以及任何後門滲透 而華為、中興通訊或者其他任何公司 也都包括在內 另外美國參議院也在當地時間 星期二以78票贊成 22票反對 大比數確認資深外交官員 布林肯成為新一任的國務卿 布林肯曾經在前總統奧巴馬任內 擔任國際安全副顧問 以及上座副國務卿 布林肯上個星期 出席參與外交事務委員會會議期間 曾承諾會加強和盟友合作 並會改善美國外交關係 以及建設新聯盟陣線 應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帶來的挑戰 布林肯的對華態度強硬 獲兩黨議員讚揚 他也曾經就新疆和香港議態發表言論 更批評北京打壓新疆人權和香港民主 在香港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民主黨創辦主席李柱銘等人 被控涉嫌在2019年8月18日 在維園非法集結案 律政司原本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做主控 引起英國政界批評 律政司後來說將會委聘另一名律師處理 多間香港傳媒週三報導 辯方律師當日收到文件確認 案件主控將會改由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出任 余若海曾經多次代表政府出戰司法副核案 包括禁蒙面法、一地兩檢條例等 而被告之一的黎智英在案件裏面 則由余若海的包姐姐 也就是資深大律師余若美做代表 意味著兩子弟將會上演一幕子弟司法對決 余若海在過去曾經多次代表政府 處理涉及憲法爭議案件 包括2016年青年新政由偉晶 以及梁仲幸引發的立法會宣誓風波司法副核案 她當時代表政府一方 而余若美即代表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姚聰嚴 余若美一方最後敗訴 近年除了禁蒙面法案 余若海也曾經處理黃之鋒 在區議會選舉被DQ後司法副核申請 以及搜名國安法被告唐英傑的保釋 和人身保護令申請代表政府的一方 她過去甚少接手刑事案件 有不具名的刑事案件律師則質疑 為什麼律政司會委聘專門負責憲法的資深大律師處理 質疑是不是意味著該案有政治檢控的成分 律政司需要在檢控上應對正當性 這次案件一共有9名的被告 包括黎智英 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吳海義、梁國雄、何修蘭、何俊仁 梁耀宗、李柱銘和歐樂軒 被控組織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案件將會在2月16日開審 歐樂軒早前表示會認罪 另外8個人早前否認控罪 預計審期長達10天 更多新聞和評論請到本台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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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